HELLO,大家好,我是HTC911,今天为大家简单介绍一下,通过一些零件硬件和一些软件搭配,若我们VR爱好者也能体验到像HTC1那样的高达上PC端VR游戏。 首先,我们必须要有一些硬件设备,第一个就是PSMORE提杆手笔,然后就是普通的VR引进盒,这也是Cardboard的升级版,2K屏的手机,建议大家最低不低于1080P,否则的话效果是很差的,二个是蓝牙适配器,建议大家用4.0的。 首先我们看一下通过软件设置,我们主要用的软件就是PSMORE Service和LeftCAD,这个我已经安装好了,我们点击64位或者是3.2,我的系统是64位,这个是主程序,PSMORE Service,我的英文最平均不太好,应该是这样读吧。 好的,我们看见这个弹图的窗口,上面它的主程序已经打开了,然后最小化,然后我们打开这个软件,这个程序,PSMORE CONFECT COM双机,点开这个设置,主要是校准控制器,打开。 我们点开这个,这个英文的意思就是,这个是校准11,因为我们的PSMORE使用是带这些功能的。 我建议大家手柄的话,最好是用上三个,两个用来玩游蟹,左手一个,右手一个,还有一个手柄绑定在你的头盔上,用来作为空间定位,还有PS税提卡设计头,我建议大家最好是在安装三个以上吧,这样的话就更好的实现360度,无视角空间定位。 以论上来说,它的数量越多,效果越好,我先给大家看一下我以前安装好的机盘视线头。 我的手柄是三个,然后我们剪开这个,这个界面出来的话,说明已经预备开始校准,第一步是校准实力剂,三个手柄的话,你可以选择选一个手柄,然后它手柄变成这个颜色,红色。 然后这样,校准,其实这样出现这个界面的话,左边光球它的颜色变成新色的话,就可以点OK了。 然后我们再回到那个文件夹,我们看到这个文件夹里面有一个TEST CAM,这个意思就是测试提卡摄像机。 给我们打开一下看看它的画面效果。 大家现在所看到的画面就是通过提卡摄像头拍摄的画面。 我们主要通过这些提卡摄像头来捕捉光球的颜色,来定位。 这样我们就能满黄金公布的游戏。 大家现在看到没有,这个定位子的话,尽量放在这个画面,四个画面中间。 因为我安装了14个摄像头,所谓是四个画面。 如果是几个,反正这个定位子的话,最好是在这个四个画面。 相对说在四个画面中间就行了。 这样的话就说明你的摄像头安装的位置差不多。 好的,我们现在可以关闭这个测试软件。 关闭它。OK。 就要我们打开主程序。 关闭。OK打开。 然后最小画。 然后就是它的校准工具。 打开这个,关闭。 直接点开。 第一步我们就必须要校准。 尸力计、投入仪、加速计。 我们现在开始吧。 剪辑。 看着没有,手柄开始亮了。 OK,差不多了。 我们加这个手柄,放在这个定位子的三重前。 正对着这个位置。 我们点击OK。 开始校准。 再点OK。 然后我们进入校准。 陀螺仪。 OK。 点击OK。 再OK。 然后最后一个校准加速计。 点击这个按钮。 OK。 这一步的话已经几乎完成。 这一步主要是设置手柄、光球、传感器。 然后下面这个按钮设置。 这个意思就是追踪设置。 我们点开。 这个是追踪一。 这个是测试视频。 这个意思就是说是三个手柄。 第一个手柄。 第二个手柄。 第三个手柄。 更加我们用的最终手柄就是编号手柄。 黄色的。 现在我们从第一个手柄开始。 然后点开这个。 这个按钮是主要校准光球的定位颜色。 Hacking Close。 大家尽量看到这个界面。 这个界面的话,就是主要捕捉它光球的颜色。 然后我们按这个。 大个号。 这样。 这样。 方面已经出来了。 这个是我之前已经校准过的。 通通情况下。 出来这个字母的话。 它应该是黑色的。 看不见的。 那我们就需要用右键点击。 好。 回到这个界面。 右键点击。 然后就能看见这个颜色了。 这是主手柄。 也就是第一个手柄。 黄色的也是缝红色。 这是第一个手柄。 它是介绍。 然后我们点击这个按钮。 保存。 再点击这个按钮。 然后再点击。 第二个手柄和第三个手柄。 彼此类听。 我们回到主界面。 请看。 到这一步。 我们三个手柄的所有校制。 就基本完成了。 然后我们接下来就是为大家讲到正点。 那个位置最终坐标的校准。 其实还是这个界面。 我们继续校准它的坐标。 手柄的坐标定位。 按键在刚才。 如果你的英文水平可以的话。 你也没有看出来。 就是这个。 准备它。 大家看到是个什么都没有。 我们只是大概是让大家看一下。 因为这一步的话很重要。 这一步主要是校准坐标的定位。 然后我们返回吧。 或者主界面。 先不要着急。 我们把这些窗口中的缩小话。 接下来我们就要用到 Let's get。 我们双击打开。 如果你已经注册好了。 你打开界面就是这个。 会出现这个界面。 接下来我们需要打开手机的可部队。 微压RD机。 我们点击一台网。 专门的一台网。 这个。 RD机会提升你。 这个图标和你的手机。 那个显示的形容是不是一样。 这样就OK了。 所以说我们将手机。 放在那个。 不要引进盒里面吧。 大家现在看到的。 这个引进盒。 是我改装过的。 这后面好像是数据线。 我给大家解释一下。 这个是两根线。 一根是供电的。 比如那个电板。 实际长了不太行。 所以说。 冰箱间变晚吧。 还有一点数据线。 用作那个风扇吧。 因为。 夏天刚过。 那时候那会天很热。 所以说。 我一直没有拆下来。 我们玩游戏的时候。 那个CPU和GPU。 它的。 那个消耗的很大。 所以说。 手机。 玩游戏。 时间长了。 手机发热和归了。 越来越烫。 这样的话。 会损害手机。 而且我们玩游戏。 玩了一段过程的话。 会很卡顿。 所以说。 必须要个风扇。 所以说。 大家不要无悔。 这是我自己加装的。 不要这个数据线也可以。 我们。 打开盒子。 将手机。 安插到盒子里面。 OK。 已经换进去了。 现在我们就要设置。 在LeftCat里面设置。 最终。 设置。 第二个。 这个就是它的追踪设置。 我们点开这个下拉。 图标。 通常会选择。 第一个。 OK。 选出的话。 是无法绑定。 那个手机追踪的。 然后点击OK。 好的。 这个LeftCat。 这个客户单。 我们已经设置好了。 这个窗口。 打开文件夹。 接下来。 我们就要找到这个文件夹。 放去打开吧。 打开的话。 再把我们看见到一个主程序。 这个主程序。 我们放去打开它。 打开之后会出现这个界面。 这个界面的意思就是说。 让你确定你所绑定的手柄。 编号和它的数量。 第一个是数量。 你要是绑定一个手柄的话。 比如选1。 以此为推。 通常情况下是绑定一个手柄。 我们点1。 然后我们回车。 第二个会看到这个。 这个意思就是说。 让你确定所绑定的手柄。 你编号。 手柄编号是怎么开呢? 我跟大家说一下。 我们打开这个工具。 在这里看吧。 应该这个。 我们默认绑定的应该通常是。 编号是i吧。 就是rd。 rd它是i。 就是我们最后较准的手柄。 这个rd号是i。 所以说我们在绑定的时候, 要确认它说绑定的编号。 我们就点i。 如果说是1,就1。 2就2。 或者是0就是0。 通常情况下就是i。 然后我们回车。 大家看到没有? 现在手柄已经。 广定的手柄已经被点亮了。 为了更好的运行吧。 我们现在将这个追踪。 当作追踪用的手柄。 头部追踪用的手柄。 将它绑定在头柄上。 其实软件绑定已经搞定了。 现在我们就只需要转硬件。 粘合在一起。 现在这个这个就ok了。 我们在畅谷说小话。 然后我们继续打开另一个, 另一个程序。 设置它的定位点吧。 我们找到这个快捷键。 找到飞派。 这个是我已经安装好了。 我们点开这个。 放进。 点开文件。 这个打开。 然后这个是我已经找好的路级。 主要是我们打开这个文件。 我们必须打开它。 然后我们打开这个。 点开啥。 然后再点击这个F5。 点击一下。 让你ok了。 然后换我说小话。 换我说小话。 好的。 这样的话。 基本差不多了。 然后我们接下来就是。 继续它的定位。 桌标定位。 我们还是回到。 事情的文件就按理。 因为有一个游戏路径还在安装。 要不然的话你是没法点亮的。 我们点开这个程序。 这个程序的意思就是说。 你安装游戏路径。 双击打开。 我们必须手动去找到那个。 STIMO。 STIMO VR安装了游戏路径。 这个文件。 这样就ok了。 如果你的位置是正确的话。 路径是正确的话。 它会显示这么多。 当然这个界面不是绝对的。 出现这个界面的话。 说明你打开的路径应该是对的。 然后按任意键结束。 也就ok了。 这样就不用管了。 现在我们手动打个STIMO。 再到主文件夹。 然后打开。 这工具。 这是我们一看见的那个。 手柄和摄像头全部被点亮了。 因为系统。 我在这里跟大家说一下。 这个没有被点亮的原因。 第一个就是说。 那个游戏安装路径没有配置对。 没有配置对。 还有一个配置问题没有设置。 在这里。 这个文件。 然后是TIMO VR。 我们装机打开。 大家注意看。 这个有一行代码。 必须有。 如果这一行代码没有的话。 可能你的手柄和头盔冲突。 然后就不能被点亮。 不能被点亮的情况下。 也许就是头盔亮。 手柄不亮。 然后就是手柄亮。 或者头盔不亮。 如果有这些代码存在的话。 他们就会被同时点亮。 你可以自己打开这个文件。 去查看一下。 这行代码。 在STIMO VR下面。 是这样的。 都会形成给点亮了。 现在我们进入正题吧。 我们首先进行房间设置。 点STIMO VR。 这个标号。 下拉。 房间设置。 会出现这个点亮。 你的手机显示应该是这样。 大概是这样的一个图形吧。 然后现在我们将这个旁边的头盔。 放在定位纸上面。 定位纸上面有个HMD。 我们就放在这个中心。 OK。 就这样。 这时候我们点击点站。 请站立。 下一步。 搞校准东西。 现在开始校准头盔的位置。 然后点下一步。 然后这个就是校准地面。 校准地。 校准一下。 完成。 OK。 我们现在看一下完成的效果。 在这里。 点这个按钮。 然后我们进这个测试。 我们滚动。 鼓标。 中间的那个按钮。 向上。 向上的话它是缩小。 大家看到没有。 这个我们刚才看到了那个掺索。 我设置的是50。 这个只是虚拟的。 就是说头盔与地面的距离。 看见没有。 如果你设置为100它就会更高。 还有1.7就会更高。 这样的。 然后你不输入也可以。 不输入的话。 默认网友说0的话。 它的那个头盔就会贴在地面。 到时候你满留下什么一个方案。 这个情况是根据你自己的来设置。 嗯。 这样的话就OK。 差不多了。 我们可以说。 然后我们接下来就来校准坐标吧。 然后点这个。 这个按钮。 就是校准操线的坐标。 然后我们点。 X-GOD。 我们点开始看看。 这个。 然后我们点开X-GOD。 然后我们点开这个按钮。 就点中间了。 到这一步的话就是开始校准。 我们看见那个校准子上面的1I34。 我们就按顺序开始。 1I34。 大家注意看一下我们那个画面。 接下来就是进位主手柄。 这种情况下我们应该看到的是这个主手柄这个光标。 看见没有。 这个光球。 它应该是个加号。 它现在不显示。 那我们要判断是不是它的颜色被摄像头捕捉到了。 它说明没有被捕捉到。 因为它中间没有出去加号。 这个不用着急。 嗯,先退出吧。 回。 我们查看一下它的摄像头是不是每个摄像头都被捕捉到了。 这是第一个。 看见没有。 刚才为什么没有出现那个加号。 就是说没捕捉到。 就是说, 它不是每个摄像头都被, 这个光球并不是被每个摄像头捕捉到。 看见没有。 虽然我们之前设置已经设置好了。 可能系统没有自动爆焚吧。 然后我们必须手动再设置一下。 注意看它的颜色。 必须说这个颜色。 这个是粉红色的。 默默是粉红色的。 然后点。 点这个光球。 中间。 又进去中间。 然后点击点击。 这样就OK了。 看见没有。 然后保存吧。 保存。 然后我们再测试第二个。 第二个是没问题的。 第三个。 第三个也没问题。 第四个。 第四个也OK。 好了。 我们现在就可以了。 可以刚才来一步的。 追踪设置。 OK。 还在刚才来的。 我们点Next。 继续点这个。 我们点这个。 看见没有。 大家现在看到了这个界面才是正确的。 中间有个加号。 就是说已经被所有的摄像头被捕捉到了。 这样就很容易实现。 这样不是说很容易。 就是这样就可以正确的被所有的摄像头都被捕捉到。 并且定位。 好了。 我们现在将这个手柄放在定位置上面。 1i34。 让它采集定位的数据吧。 大家注意看。 我拿到这个。 大家看一下。 我们首先要放在第一个定位置上面。 第一个位置上面。 大家看见没有。 出现了这个界面。 这个意思就是说定位1、定位2到定位4。 出现了这几个样子的话。 说明它已经在运行了。 下面这几个样子说明。 说明就是说。 它的第一步。 这个是警号1。 第一步。 因为你必须要出了这几个样子才行。 因为它是4个摄像头。 同时定位。 同时捕捉到这个方球。 这个手柄。 然后我们一时内推。 第二个。 第二个。 图子那个。 我们继续定位。 定位置上面。 1234。 这是第一个。 然后第二个。 一般情况下是从右到左。 1、2、3、4。 这是第一个。 第一个引好了。 然后我们将它拿起。 放在第二个位置上面。 出现那个图标的话已经说明可以了。 然后我们看到了一个情况下。 这个。 说明已经。 第二个已经高了。 然后我们继续定。 第三个。 如果没有看见这个质像出现的话。 我们可以换动手柄。 然后它就可以继续采亮。 第三个。 第四个。 第五个。 好的。 换动手柄。 看见没有。 出现这个界面已经说明它已经采用成功了。 但是并不代表它的位置是理想的。 我们感觉这个好像有点偏移。 头盔位置不准确。 那我们就得重新校准一下吧。 这个环境设置主要就是说, 设置它头盔与地面的距离。 还有就是说它是不是在中间正对着前方。 OK。 这样就在中间了。 然后我们现在试一下它们是不是在同一个轨道, 还不是偏离。 印证一下。 我们现在做的就是将手柄和头盔放在一起。 然后移动。 对着这个屏幕移动。 移动的时候, 看看是不是这个手柄和头盔不自然的偏离。 就是适合说分。 有时候在一起, 有时候分离。 这样就是不对。 正确的话, 它应该手柄和头盔放在一起的话, 你移动位置应该它们不会有太大的偏离。 看见没有。 放在中间, 或者放在旁边。 好的, 我现在测试了, 基本上是OK的。 然后我让大家看得更直观一点。 我将把这个打开吧。 这样大家看得更直观一点。 可以进行显示器映射。 好的,OK。 这个测试器就结束了。 大概就这样了。 好的, 谢谢大家。